基本上可以分作兩大主流 雷射以及麥充光 傳統上會認為說 雷射它的效果稍微比較好 但是服毛的時候疼痛感會比較強烈 那麥充光則是相反 怎麼辦呢 我們是不是就一定要在這兩種之間做一個選擇 難道有一好就不能有二好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吳振宇醫師 今天要來幫大家介紹 自助除毛還有醫美除毛之間的差別哦 是的 做到夏天呢就是要去海邊 其實很多人除毛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在夏天的時候呢 輕鬆自在的享受陽光沙灘比基尼的感覺 但是其實我們雷射術後 最大的一個機會就是曬太陽 不管是術後甚至是術前 其實你只要有曬黑 那都會大幅的增加雷射併發症的風險哦 所以說呢 如果我們在秋冬的時候 先把毛髮的問題處理好 那就能在夏天的時候 輕鬆自在的去享受陽光 這樣子當然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安排哦 不管是冬天或是夏天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防曬 基本上冬天當然防曬會相對比較容易 因為陽光沒有那麼毒辣 而且我們的衣服可以穿的比較多 但是如果在需要的時候呢 還是要使用防曬系數高的產品 來做好防曬的措施哦 另外呢 冬天跟夏天 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 皮膚的乾燥程度 冬天的時候皮膚都會偏乾 所以在術後的部分呢 就要格外的注意保濕的部分 基本上呢 可以分做兩大主流 雷射以及麥充光 這兩種呢 它的物理特性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雷射除毛是屬於 單一波長同調性的光 那麥充光呢 則是屬於多波長非同調性的綜合光 傳統上會認為說 雷射它的效果稍微比較好 但是除毛的時候疼痛感會比較強烈 那麥充光則是相反 它的效率比較沒有那麼高 但是除毛的疼痛呢 會稍微比較弱 怎麽辦呢 我們是不是就一定要在這兩種之間 做一個選擇 難道有一好就不能有二好嗎 其實不是 因為現在呢 我們最新的一些雷射技術呢 其實它們會把能量降低 然後用高頻率的方式 同時搭配一個滑動式的攤頭 去做治療 這樣的話其實既可以保有 雷射除毛的高效率 同時又能夠大幅的降低 樹中的不適感 這類的家用除毛儀呢 它們也是利用光學的方式 它們的原理呢 跟專業除毛會有一些差別 它們的話是利用相對比較低的能量 然後幼石的毛囊細胞呢 進入一個比較不活躍的衰退期 所以的確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之後呢 我們的毛髮髮量會減少 而且因為毛髮的生長速度變慢 所以每次除毛的間隔時間呢 也是可以拉長的 的確哦 在使用這類的光學儀器的時候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對皮膚造成類似 灼傷、抗傷的反應 你膚色越深 它能量吸收的自然就越多 膚色比較深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要除一些 比較暗沉的部位的時候 要格外的小心 當然一般這種儀器在設計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安全上面的 一些防待措施 同時也會有不同的模式 要去做選擇 所以呢 我們在使用儀器前 一定要詳閱說明書 來避免自己受傷哦 我們專業除毛呢 是用相對比較高的能量 達到一個毛囊的破壞 因此它的除毛效果 可以接近永久的 但是我們家用的除毛 它只是讓我們的毛囊 進入一個比較不活躍的期間 我們要持續的去使用這個 家用除毛衣 才有辦法維持它的除毛效果 家用除毛衣呢 我認為是適合一些 想嘗試用比較進階的除毛方法 但是又因為一些個人的理由 有些人認為他除毛的部位 比較私逆啊 會害羞 或者是其實有一些男生 他想除毛 但是他好像又覺得說 男生去醫美診所 是不是說要除毛 會讓人家覺得我很奇怪之類的 那因為這些私人的人 讓他們不敢去診所的話 或許是可以先嘗試用這個 家用除毛衣來體驗一下 光學除毛的感覺 如果你是對於每隔一段時間 就要自己花時間 花力氣 在那邊除毛 感到非常厭煩的朋友 都很推薦來做所謂的專業除毛 或許呢 我們一開始的預算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但是呢 如果你把你省下來的時間 還有心力當成是你賺到的 也未必會比較不划算哦 畢竟時間也是金錢啊 在台灣呢 要找到專業除毛 真的是相當便利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還是要慎選 再來就是說 其實目前啊 大家都覺得 所謂醫美除毛這件事 是一件非常稀鬆平常的事情 所以不管其實是男生 或是女生 那不管你想除的部位是哪裡 甚至是你有什麼特殊的需求 其實都不需要害羞 因為有很多人 都有跟你一樣的 有很多困擾 所以說聽完我們今天以上的介紹的話呢 如果你心動的話 就不如馬上行動 一起來享受 陽光、沙灘、比基尼的感覺吧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請按喜歡、訂閱 並分享小鈴鐺 嗯 對不起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哦